记者刘晓新章话报道,翻转公募用地的殷森森占地12.8公顷的鹿岗第一公募用地,预计今年10月底前完成千档整地作业,其中,7公顷作为设置太阳光电发电系统设施,打造绿能基地与绿能停车场,另外5公顷多的用地,则将打造卫运动公园,将包括龙州训练中心与交通接驳区。 鹿岗第一公募位于鹿岗镇,扶新乡交界处的元大牌地压道路旁,在2007年进藏期满,民国2009年公告启绝,鹿岗镇公所表示,依据殡葬管理条例,公告启绝日期三个月后,为自行启绝之坟,可由工作代为启绝,去年底完成为启绝坟墓茶菇,茶牌通知启绝与列策等作业, 今年7月展开启绝作业,启绝深度至少要3米以上,如仍发现骨骸,就要继续往下启绝到轻重为止。 鹿岗镇公所主密林威任表示,第一公募占地宽广,在完成迁葬正地后,规划7公顷作为绿能基地与绿能停车场, 有北标厂商国宣科技公司设置太阳光电发电系统,而平面棚架停车场的车棚为太阳能板,面积约为2公顷,所有设施都有北标厂商负担,年租金为每年171.5万元,没有重大缺失将以经营20年为原则。 除了作为绿能发电与停车场以外,林威任强调,其有5公顷多的用地,将规划为运动公园,包括龙州训练中心与车辆接驳区,在完成土地整地后,今年将提报争取前瞻计划的建设经费。